这都是日本人造的业 这群畜生 简直一点人性都没有 你是亲眼所见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他们行凶 但这是我在现场发现的 肯定是日本人的东西 我看看 爹 爹 老二 二哥 你要说啥呀 你要说什么呀 二哥 你要说什么呀 爹 爹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啥 这些都在这儿呢 到底要说啥呀 老二哥 到底要说啥呀 快快快快 行了 都闭嘴 你想说啥 你 嫌人多 我们点儿仨留下 你们都出去 妈呀 我们家出去就让喊我们 闭嘴啦 你要想说啥 你说不出来 你就比划着 是一幅画吗 是一幅画吗 看测图 爹 慢慢地比划 爹 二啊 你媳妇拿笔和纸来了 你想说啥 你就比划出来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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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哦 哦 哦 还有 爹 爹 你慢点儿 你怎么拉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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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让老二带着一口气回来 我们进家上下 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你听到了吗 灯元 没有人怪你 你不要自责了 别急 老二 你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啊 过来 抚我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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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容易啊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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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 habrá 儿哥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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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儿 丁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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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 既然是 老子 妹子 哎呀 我想请你们 妹子 梦志愿者 戴在身上呢 方宝贝啊 雷子 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这能有什么东西啊 雷大哥 你赶紧给我吧 看看 这里边 雷子 这是啥呀 这就是一幅画 我妈缝在里头啊 是让我辟邪的 你要说别的字啊 还真不认识 这杨文啊 俺还真认识了呀 这不是一幅画吧 这上面写着 是金脉图 不 还真认识 雷大哥 原来咱们山寨啊 有个二毛的 啊 天天叫人们当家的 还认识不少杨文 是 雷子 都已经到这时候了 你还不打算跟俺说实话呀 告诉俺 这张图究竟是干吗用的 我都跟您说了 它就是避邪用的 你还给我吧 雷大哥 没说不还给你 你先坐下 我看啊 你为了这张图 也是煞费苦心 现在这世道又这么乱 你一大姑娘呢 你说在外边这兵狂马乱的 这多危险啊 俺这清风寨 有吃有喝的 俺说 你就先在俺这儿住 啥时候想好了 把这张图 告诉俺是干啥用的 咱俩再聊 咋样 要不那个 先 先住下去吧 行 住兵狂马乱的 就是 留着来跟我们当个压斋夫人 正好洪盖头也在呢 咱就把这事办了呗 好 你看他们说得都挺好的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要是不愿意呢 那俺绝不想求 绝不想求 那你就在俺这儿啊 踏踏实实地住着 俺取定你 好 大奶奶 换身新衣服吧 谁是你们大奶奶 您啊 大奶奶 您还是换上吧 大当家的要是怪罪下来 我们可吃醉不起啊 大奶奶 您可千万不能出去啊 大当家的说了 您在屋里做什么都可以 您要是出去了 就格杀无论 我们也活不了了 是啊 我们也活不了了 你们都出去吧 是 大娃娃娃 大娃娃 这么干 是不是有点不巧就啊 小婷真气话 别卖关子了 快说 这个事啊 这么干不合适 不是 有啥不合适的 咱是啥人 咱是胡子 那胡子睡个娘们儿 还讲究那么多 要我说先睡了再说 不行 她是杨世忠旅长的亲戚 再说了 俺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这么 喜欢过一姑娘 还得让她心甘情愿地 做俺媳妇 你这点不行 你就别扯淡了啊 天也胡说八道一天天 程德 你知道 金家给我王凤凯吧 知道 你爹当年可是真喜欢 可你知道你爹杀脾气吧 可是你爹说过 绝不应来 一定要名为证据 还拉倒吧 还名为证据 要是当时把王凤凯睡了 哪有后来 王凤凯嫁给金老大这事 那咋整 当家的 当家的 咋了 金家军来了 王凤凯 王凤凯来了 王凤凯 啊 秦岭 梯 告达 不过年没来了 大嫂 今儿你就得卖卖你的脸了吧 雷成 大侄子 我是你王凤改大婶 今天路过你这儿 你咋不下来迎接迎接呀 哥 这三老司上都在呢 都是熟人哪 王凤改在这儿 有礼了 王凤改 清风寨和你们金家沟 速来这井水不犯河水 你俩咱们这儿干啥 这井水不犯河水 也不等于老死不相往来啊 今儿我们从沈阳回来 路过你这清风寨 我听说你爹去世了 哎呀 真是可惜呀 好歹我们这年轻的时候 我们这年轻的时候 关系也不错 你带我去你爹的坟上 烧个香 磕个头 也算我尽一点心意 咋样 是啊 雷成 我大娘怎么说也算你的长辈 这点面子得给呀 成了 谁事啊 回这么多年了 别太矫正的你听她怎么说 今儿 我找你有个重要的事要问你 说 啥事 我们金家的一张图 和一个叫杨凯南的丫头 在不在你手里 在不在你手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